台湾网球好手曾俊昕 今日前往印度挑战A7P 绑杂罗尔挑战赛 希望能够完成未免 只是今天在16强 就要碰上同样也是台湾人的许玉修 上演宝岛内战 双方前两盘打完取得平手 直到关键第三排 夜市球王成功顶本对手攻势 全场拯救多达17个破发点后 在3小时36分钟的苦战 曾俊昕一盘输2比1 打败许玉修 晋级8强的同时 也朝着连8节路迈进 第三盘中间的时候 我开始慢慢有抓回一点 自己发球的节奏 然后那个稳定度也变比较好 所以在场上其实没有什么 太大的不一样的心态 或者是情绪 然后可能就是我们对 第一次的打法都比较了解 所以在打的时候 就比较有点像是在打 心理战 就是可能 因为我们都比较了解 对方喜欢什么球 比较不喜欢什么球 所以会尽量在关键的时候 去朝对方的落点去打 所以我觉得这是 跟其他比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目前ATP男单排名 131的曾俊昕 今天算是有惊无限 打败同胞许玉修 而曾俊昕 不知要在眼前的 巴扎罗罗挑战赛寻求未免 本季还为自己设立一个远大目标 我自己设今年是希望可以达到世界前50 之前就是日本的选手Niche Gori 一直是我的偶像 因为他就是全亚洲最好的选手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打法也满像是 就是在底线的移动速度 或者是底线的节奏上面都非常很快 然后他就是我一个一直学习的榜样 以日本好手景志归作为学习榜样 曾俊昕目标在今年球季 停进世界前50名 我们的网谈新一哥能不能永远达标 继续刷新保导网球排名新高 祝大家拭目以待 网锥台采访报道